这个感应器 如果现在这里有堆料的话 后面动作完成以后 这个气缸是不会放料的 这个感应器是这个功能 当它离开 离开感应器的时候 这里它 没 末认为没有瓶子过来 这边会打开 瓶子会再过来 然后这边这里也有一个感应器 这个感应器就是 这边感应这个 感应的这个瓶子的 不管用大瓶小瓶以后 拦好以后把这个感应器 一定要对好瓶子 这边两个灯同质量 有感应器 现在没感应器 这里有感应器 包括下面的 下面的这个感应 也是一样的 它到瓶子到检测点以后 这个感应器一定要能 感应到瓶子 如果感应不到瓶子的话 要调节 把它调节到感应瓶子的位置 好 我们这里 这边 这里有螺丝 把螺丝松掉以后 这个上下可以调节 然后左右可以摆角度 好 然后这边 这边这个感应器 也是一样的 螺丝松 下面螺丝松掉以后 都是可以上下调节 然后左右摆角度 好 好 OK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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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感谢观看